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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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了 阳朴在现阶段拥有五项独有政策和三项海南省推动在阳朴先行先市的政策 请问周书记 目前这些自贸港政策的早期收获怎样 应该说去年一年我们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加快推动芝麻港政策的落地实施 其中有这么几项政策应该实施的效应是正在加快显现 比如说中国阳朴港这个国际船机港的政策 那么这项政策推出来以后呢 我们已经注册登记了25艘国际运输船 我们吸引了大概80多家的航运企业集聚到阳朴 这个不仅仅是为我们海南阳朴带来了 有2100多万吨的载重吨 也带来了我们不菲的航运周转量 但是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国家留住了一批国际船舶的资源 也是说我们是起到了一个吸引国际船舶回流这样的一个作用 还有比如说阳朴保水港区一线泛开二线广注的政策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也是上线了这个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对一线这个进出境境与范形 二线的单车申报这些功能都已经上线 应该说为企业能够真正的享受一线泛开的 这样一个政策带来的好处创作的条件 那么还比如说我们的保水油加注的政策 我们目前已经开展了六单的测试 加注了这个2300多吨的这个保水燃料油 目前那么这项政策各项的通道都已经打通 那么国家这个实施系列一出来 就可以马上全面的开展实施 还有比如说国际船舶出口退税的政策 那么我们也已经实施 去年就有一艘船我们退了2000多万 今年还有四艘船已经正在办理这个退税的手续 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 这项政策呢应该说实施的效果也非常好 我们是去年用了这个一个季度的时间 我们就做了11.35亿美元的这个离岸贸易额 那么将来这项政策的这个实施的空间非常大 那么还比如说 自贸港政策有一项独有的政策 就是允许境外理工农业类大学 在海南独立办学 那么这项的我们杨浦已经成功的 引进了德国比勒菲尔德应用科技大学 在我们杨浦来独立办学 目前省政府已经跟这个大学已经签约了 等等吧 我们自贸港的政策 应该说在这半年的时间内 已经充分显现了强大的这种政策优势 已经逐步的显示出这种强大的这种政策红利 为杨浦为海南的发展而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杨浦保随港区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样板间 也为全岛的封关进行压力测试 请问目前这里的软硬件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杨浦保随港区作为自贸港的样板间 我们去年应该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也制定了一个比较雄心勃勃的一个计划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把保随港区的 整个的基础设施进行完善提升 包括海关监管的一种设施 包括道路 包括整个厂区的风貌管控 我们都进行的提升 第二个就是我们对园区里面的这些 闲置土地 闲置厂房加快了处置 也应该说磅磅了一批闲置的一些资源 同时我们也新建了四三万平米的标准厂房 为我们后续项目的落地创造条件 第三个就是加大招商引致的力度 特别是我们优先把适应自贸港政策的这些项目 放到养部保障港区 比如说你用加工增值30%以上 零关税这项政策 我们吸引大批健康食品 高新技术 保随维修 还有旅游消费品的制造 等等这些企业能够落户 目前我们有20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同时我们对保随港区规划布局 做了一些优化 实行了一个合理的功能分区 为整个保随港区的项目的落地 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条件 我们从地图中就能看到 杨浦经济开发区 是距离东盟最近的国家开发区 在自贸港建设中 杨浦是如何看待这种地缘优势的 将如何运用这种优势 在国内国际大循环交汇点 发挥这种独特的作用 杨浦实在是处于北部汪 这样一个核心的地带 是我们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一个出海口 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一个区域国际集团厢的疏流港 同时它又位于 21世纪海上四处之路的 这样的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 第一个大口 所以说它是处于一个 位于东南亚和华南地区 这样一个交汇点上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特别是现在又有了 这个自贸港的这种政策 我觉得未来我们杨浦开发区 要充分地要成为一个国际 国内双循环的一个战略交汇点 一方面我们西洋能够为国内的企业走出去 创造一个国际化的基地 利用阳浦的港口 利用我们的这个口岸条件 利用我们的这个自贸港的政策 能够在阳浦保随港区 在阳浦开发区 在这里进行一些利用来料加工的形式 再出去走出去 占领国际市场 为我们国内的企业 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 同时我们也希望吸引国际上的一些 高新技术企业 国际上的一些贸易公司 能够来到阳浦 能够把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带过来 把国外的这个优质的产品带过来 在阳浦来进行加工增值 利用我们加工增值30% 免关税的这个政策 输往我们的内地市场 这是实际上的也是一个国际循环 能够促进国际循环 充分利用这个国际市场的这种资源 同时也能够改善我们国内市场的供给 达到一个这个双赢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们都知道 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 作为自贸港先行区 阳浦是怎样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的 为企业的经营全过程提供了哪些便利 营商环境的改善 其实是自贸港的一项核心内容 我们一直把营商环境改善 也是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营商环境的改善首先是要为企业 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发展的环境 那么就杨浦来讲 我们去年我们努力当好产业链的组织者 协调者就是把园区里面的上下游之间的企业 把它有效地整合起来 解决它上下游的供应链中的难点读点问题 使上下游之间能够实现原料互共 然后生产能够协同 能够共同地开拓市场 形成一个共生共融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关系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进行审批制度的改革 全面推行极简审批 进一步地提高我们的这个办事效率 应该说去年我们也出台了改善营商环境的40条 我们的审批 应该说从企业注册登记 一直到我们为它免费课章 整个时间这块我们缩短到一天的时间 同时对企业的通关 也实现了这个7成24小时预约 零等待 这样的一个也是提高了通关的效益 我们这个进口的口湾的时间是达到了8小时 我们这个出口的时间也压缩到了1.1个小时 应该说都是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另外一个呢我们改善营商环境很重要的就是 改进干部的作风 就是我们大力弘扬快准示好 要求我们的干部为企业服务 一定要速度要快 单天的事单天办 要准 就是说了解情况要准 企业的诉求要摸得清 这个拿出的措施要实 最终的效果要好 就是要让企业少跑路 我们政府多跑路 让企业真正在阳谱感觉到办事很放心 也很贴心 我们曾经有一个企业 就是奥斯坎粮油 它是跟我们签订了投资协议以后 那么我们的招商部门 我们的政府的服务部门不厌其防 从头跟到尾 我们应该说 很好的满足了企业的需要 这个项目从签约到落地两个月 目前这个项目的进展非常快 今年大概三月份就有部分投场 所以说我们高效的服务 也是换来了企业 它的加快投资 渐快渐小 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要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 生活环境 工作环境 我们开发区不是一个城市 但是我们从去年开始 要着重地改善我们的公共设施 加强我们的一些教育 医疗文化等设施的完善 我们都知道海南自贸港建设 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想请问一下周书记 杨浦去年以来进行的这种制度创新的内容是什么 那么下一步杨浦将如何进行制度的集成创新 制度的集成创新 这个也算也是自贸港的建设了一下内容 我们也是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 去年的一个是 就是以这个自贸港的政策的落地 以这个为契机 着重地解决企业 它的一些痛点难点 读点问题 我们去年也是对制度创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部署 我们要求每个单位都要有一项制度创新的成果 而且要加强这个制度集成创新的力度 比如说一个就是这个国际船舶的注册登记 我们通过这个优化这个流程 把串联变成并联 18个事项一创通办 一天的时间就能够办成这个船舶登记证书 下一步呢 我们会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就是说我们不关是旧自贸港政策来落实自贸港政策 而是把自贸港政策的这种效应充分的放大 把自贸港的政策 它的政策效益要外溢到 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各个环节 通过改革 通过创新 这样的一个方式 推动我们整个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 发展 我们注意到您从下午三点一直开会到晚上八点 然后还接见了外地的客商 感觉您也蛮拼的 是不是杨浦从上到下都有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是的 这个海南的发展啊 这个大家熟悉历史的都知道 海南曾经有过几次重要的机遇 包括建设办特区 包括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等等 那么从外界来看 那么我们的政策用的 应该说效益没有像理想中的那么好 我觉得这次我们抓自贸港的政策机遇 一定能够行 之所以说能行 首先是党政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南自贸港的建设 无论是从政策 从人才 从资金等方面都寄予了大力的支持 我们觉得这次海南自贸港一定能够行 第二个 全省上下 憋住了一口径 应该说 从我们省委省政府 一直到我们开发局再到下面 每个层级的领导干部 都是把抓住自贸港的政策机遇 作为一项重要的使命 再抓 大家都有种 既不可施 施不再来的 这样的一个危机感 所以大家也就发自内心的 一天当做三天用 把这种苦干 实干再加上巧干 临到一起 所以说像我们这样一天 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 或者说工作节奏这么快 应该说这是一个新常态 也不是说哪一天是这样的 我们发自内心的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加倍的努力 能够迅速地改变 我们海南 阳谱的这种面貌 能够让中央的这种 正确的决策 能够早日建效 打造一个新时代 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面点 今年是杨浦发展的关键之年 请您介绍一下杨浦 今年的发展计划 另外再分别展望一下 杨浦开发30周年 以及到2025年时呈现的面貌 党中央的政策这么好 芝麻岗政策带来的机遇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如果说芝麻岗的政策机遇还抓不住 那么以后我们可能还没有什么更大的机遇 所以说很有可能 建设芝麻岗就是杨浦的最后一次机遇 所以我们也是以指针朝夕 这样的一个拼搏的精神 来抢抓这次芝麻岗的机遇 所以我们确定今年的经济增长指标的时候 我们也是对整个事实 做了一个谋划 从杨浦现有的产业基础出发 以及配套我们自贸港的政策 我们谋划未来整个杨浦地区 这个GDP的增长 计划到2025年要方1.5倍 即是年均增长要20%以上 同时我们的财政收入 固定滞长投资等等 都制定了比较高的目标 所以未来我们对这样的目标 我们有压力 但是同时我们也有信心 我们觉得在自贸港政策的助力之下 经过我们的苦干 实干 巧干 应该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 国际集装箱 输楼港的建设 我们也提出了很高的目标 去年我们是征服很大 完成了100万标箱 今年我们要在去年增长44%的基础上 我们今年还要再增长 达到140万标箱 这样的一个目标 也是相当于我们今年还要增长40% 货物吞托量要达到6500万吨 2025年 我觉得我们亚母开发区 重点在产业打造上 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改变 未来五年 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三个超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一个就是绿色石化新材料产业 我们就是利用我们现有的千万吨电油 百万吨乙烯再往下游走 把下游的这个新材料产业把它做打做强 整个厂制规模我们要达到1400亿 第二个就是港航物流产业 那么港航物流产业在自贸港政策的刺激之下 获得了快速的增长 所以未来五年这个产业会 我们觉得未来的营业收入会超过千亿以上 第三个产业就是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充分离我们新型离岸国际贸易 这项政策我们做大做强 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的贸易额 能够突破4000亿元 另外同时我们还聚焦我们的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还要谋划培育 做到健康食品加工产业 高端旅游消费品制造产业 这么这两个产业就是充分地利用 我们的自贸港的加工增值30%以上 内销零关税这项政策 那么预计未来我们这两个产业 我们都能够突破百亿级 同时我们还有圆区里现有的还有一个造质产业 我们也想把这个造质的产业链进一步延长 延长产值能够突破200亿元 同时我们还在谋划一些比如说智能制造等等高新技术产业 那么这个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希望能够到2025年的时候 培育也能够突破百亿 所以未来我们就会构成一个3加3加N的这样一个产业体系 形成我们养分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好的 非常感谢周军平书记接受我们的专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